《环球时报》驻台北特约记者崔宁轩《环球时报》记者谭芙蓉陈欣,针对解放军军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当地时间,一日发表内容相同的声明,敦促大陆不要企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随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推特上喊话称,与台湾关系法,及美方承诺是明确的。 然而,美方通过台湾旅行法、军舰、前所未有的密集,穿越台湾海峡,对台受武放风试探等,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国是在倒打一耙。 美国众议院议员,一日抛出的两项友台法案,更是明正他们提出对台军售常态化,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和与台签订自贸协议等一系列目标。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前高官苏珊骚顿的话说,特朗普政府可能缺乏对台海关系敏感性的了解。 美国强硬派,正把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哗众取宠,提到新高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二日,敦促美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和促进台海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下令对挑衅行为,必须第一时间强势驱离,被岛内舆论讽为,拿人命去换他的政治生命。 对于蔡英文的表态,耿爽说,他的胡言乱语,狂言妄语实在令人气愤。 但毕竟不算是外交问题。 继美国在台协会,率先就解放军军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表态之后。 当地时间一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伊斯特伯恩,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说,美国反对任何一方,旨在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包括任何诉诸武力,或其他形式胁迫,声称北京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有害。 不利于区域稳定,反而破坏数十年来和平、稳定与发展架构,同一时间,美国国务院发出内容相同的声明,称赞台湾是世界一股善良的力量,敦促大陆放弃,对台湾人民安全、社会、经济制度的胁迫,美国之音称。 这显示出美国政府重视台湾海峡局势的最新发展,且不同部门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协调一致的立场。 在大陆两架歼11战机,3月31日下午,越过海峡中线后,台外交部急发推特,强调第一时间通知区域伙伴国家,台湾联合报将这称作蔡英文的剧本,一针见血地指出。 最需要第一时间被告知的是人民。 外交部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证明蔡英文有美日支持,为其党内初选政治造势。 美国看来是给了蔡英文这个面子。 博尔顿的表态,尤其让蔡当局受宠若惊。 他一日发推特称,大陆的军事挑衅,不会赢得台湾任何民心。 台湾外长吴钊燮,随后转发这则推特,表示很珍惜博尔顿对台坚定不移的友谊和支持。 正如他所说,投降不是选项,台方会坚定对抗任何越过海峡中线的军事侵犯。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随着台美将在4月10日纪念所谓与台湾关系法40周年, 双方互动日益频繁。 过去三个月,美方至少每月派一次舰船穿越台海。 媒体传出美国政府,以默许对台出售F-16V战机。 加上国务卿蓬佩奥等高官,最近的挺台言论,引起大陆不满。 美国之音称,这些举动被认为是无论象征意义还是实质上。 特朗普政府都比网界美国政府,更愿意公开表态支持台湾。 大陆军机越过海峡中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谨慎行动。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 大陆显然是向美台发出双重信号,既对台湾独派施压, 也挑战美方近来不断强调的横行自由权。 香港银报二日评论称, 未来美舰再穿越台湾海峡, 不排除解放军战舰尾随护送, 其不断反向切香肠,切香肠战术指循序渐进的战术, 通过步步为营的微小行动,引发战略格局的变化, 而一旦美方行动升级, 如战舰、战机、停泊台湾港口、机场, 大陆也可能相应升级行动。 最后,美方中会面临是否为台湾不惜一战的选择。 二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 有台湾问题分析人士提醒台当局想想闲车之鉴。 他说, 美国人今天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才为台湾喊话。 当年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说抛弃台湾就抛弃了。 美国当年对蒋经国断交、撤军、废约、 沉水扁闹一边一国, 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在关键时刻, 台湾对美国来说, 只能是个妻子。 At Sevilla Debt Post, 7,500,000 on the 31,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提, 五位老兵致杀18载剑体17万亩绿色屏障。 新华社记者梅士雄, 他们退休不退色,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 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和军人本色。 他们心怀绿色梦想。 情细第二故乡, 在内蒙古阿拉善接力至沙十八载, 凝聚起军民共驻北疆绿色长城的强大力量, 打造出近17万亩绿色屏障。 他们, 就是内蒙古军区原司令员黄高成, 阿拉善军分区原司令员李诞生, 张新华, 李德海, 和阿拉善军分区原政委王永华。 2001年, 我国北方许多地区, 常年遭遇沙尘暴肆虐, 时任阿拉善军分区司令员的李诞生, 组织官兵投入绿化大沙漠, 遏制沙尘暴的生态保卫战。 在沙漠边缘筑起一大道绿色屏障。 李诞生说, 以赫兰山为界, 阿拉善成为河套平原乃至华北, 津津的最后一道生态防线, 是祖国北疆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时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的陈东征, 看到老同学李诞生, 在第二故乡的作为和阿拉善特殊的生态环境, 内心受到强烈震撼。 一番肯唐后, 两个人达成共建青年世纪林合作意向, 陈东征带领首批员工志愿者, 深入黄沙漫天的藤格里沙漠, 与军分区官兵携手直述。 对十多年前的一幕幕, 李诞生至今仍然尽异由心, 我们采取军民融合的创新方式, 组织协调阿拉善生态建设, 带动社会各界, 关注阿拉善, 直履阿拉善。 从2002年退休那天起, 李诞生一直在为实现沙海里的绿色梦想奋力前行, 他经常一连几个月吃住在沙漠上, 每天都煮着棍子, 扛着锄头与大家一起干, 头上、身上、脸上滚满了沙土。 志愿者王心宇说, 饿了, 就吃自带的干粮, 累了, 就靠到沙地坑壁睡觉。 李诞生说, 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从一棵缩缩开始种起, 一棵一棵地种, 一片一片的绿化, 一个沙修一个沙修地治理。 后来, 李诞生把军分区几位退役官兵召集在一起, 动员社会各方力量, 四处募集生态建设资金, 决心建立三个大型种植基地。 春来冬序, 沙漠中的植被绿了又黄, 黄了又绿, 李诞生一干就是十八年。 他如同骆驼草, 在沙漠里生根, 发芽, 顽强地生长着。 义务植树十八年, 不是没有遇到过问题和困难, 每每遇到困难, 李诞生和他的战友们, 都在竭尽全力克服。 现在想起来, 仍被那些在沙漠中植绿的身影感动, 李诞生说, 我不是一个人在种树。 这十八年, 从部队到地方, 从企业到个人, 许许多多的人都在为实现阿拉善的绿色梦想默默奉献。 比李诞生还大一岁的黄高成退休后, 与老伴经常从北京家里往沙漠里跑, 全力植树制沙。 他还利用各种机会, 了解沙漠治理的新理念, 新技术, 为君民传授容器植树, 高压水冲植树, 等新方法, 种活一棵树, 雇注一方土, 留下一片绿, 我们播种的是绿色, 收获的是未来, 望着身后郁郁葱葱的树林, 黄高成感慨万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万仙。